我站在了古堡城墙的最高处 沿着城墙可以环绕布拉格的整个的城市的街景 前面就是城墙 中坡 城墙 就起来 在城墙上的外面 已经是有誠心 也不就能把判断 在城墙上能够 不及能奥 每个人温暖 凡身 来到了另外一个视野 这边视野更加开阔 好 树倒掉了 接着往前走 这个角度和远景 可以看到老城区的 哦 这不是老城区 它是城堡区 昨天去过的城堡区的 那一个教堂 著名的名字我忘了 教堂 对对对 好 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到 接着往前走 这是城墙 过去留下了很多战争的遗迹 下面就是高宝区的这个 著名的一个教堂 这就是城堡的一个掩饰台 前方是葱绿的不叫山 秋风瑟瑟 这里是一个很好的居住的地方 能待两天就不错了 我们又下了一层台阶 这是刚才经过的高处 秋色入高谜 我现在严重推荐 到布拉格游览 一定要到高宝区 高宝的古城堡 我相比老城的人员的 这个人潮汹涌 我更喜欢这里的幽静 和曲静通幽 这让我想起了 比利时的古城 布鲁日 当然布鲁日也是游客很多 但是在布鲁日河边漫步的时候 也有过这种幽静的时刻 它承载了上千年的历史 和人们心灵深处的 种种的回忆和追忆 在这里 在这个秋色的 秋色深 在深深的秋意中 能够漫步在这里 是一种很好的享受 压生 震震 秋风清 秋月明 落叶聚海散 寒压西复经 相思相见 知何日 此时此夜 难为情 我现在已经接近了这个教堂 然后教堂的后方 有一个建筑 去看一下 现在换到了一个相对低的这个角度 来拍摄接近 远景 在这个小椅子上坐着休息也挺好 要不要休息 游人很少 我很喜欢 我算不算是游人 现在还是围绕着城墙的那边在漫步 然后前边还是可以转到教堂的地方 入口处 这就是当时打仗的一个枪眼 谢谢 感谢观看